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南郊作市数家投资公司老板 卷款而逃 投资人上街游行 来自湖南 四川 山东 浙江等地的老兵 在北京聚集请愿 湖南郁阳的一名麦甘蔗老人 被城管殴打致死 河南郑州市银河市场的约500名商户阻断交通抗议抢拆 湖南郑州白鹿唐镇村民何某青引爆煤气罐自焚抗议抢拆 中国当局继续收紧网络言论空间 多个移动新闻客户端被查处 河南平鼎山市七名家庭教会成员上诉 14名律师控告法官违法 安徽省副省长迷发科因贪腐问题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维权人士曹顺利被警方正式拘捕 以上就是这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 谢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